一次普通例行检查 发现疑似毒品残渣 兵方干净顺藤莫挂 却屡遭毒贩反侦查 见证本期播出 错把警车当黑车的毒贩上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不走 把股票可以啊 放东西啊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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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 na 不走 这车是你了吗 是啊 干啥 走啊 去市区 什么 走 走 这我们有个人啊 边车道边车道 走不走 走就走 马虎不一样可以啊 放东西啊 好的好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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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下一笔在后面 还下一笔在后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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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海南三亚公安便房支队 于2016年9月3日破获的一起重大毒癖案件 走 走 这个貌似误打误撞 主动送上门来的毒品携带者李某 其实并非简单一半之途 而是一个极其狡诈 具有超强反侦察意识的贩毒团伙主犯 这一伙毒贩 无论从藏毒 运毒方式 还是毒品交易手段等方面 都比以往发生在三亚的毒品案件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多变性等特点 给基独侦察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 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发布的信息 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8万名 缴获各类毒品82.1吨 各项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但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 中国毒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面临着境外毒品渗透加剧 国内制造合成毒品问题突出 毒品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等严峻挑战 这几年来随着海南的开发 经济的发展 老百姓收入越来越高 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 但在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的问题 比如这个毒品的盼烂 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三亚市位于我国海南岛的最南端 别称陆城 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 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 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开放黄金海岸线上最南端的重要对外贸易口岸之一 我们公安边防部队呢 在三亚的主要领行的职责的话 它一方面它具有公安性 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军事性 而且还有涉外性 主要的职能是打击这个偷渡外逃 走私和这个治安各类的犯罪 维护一方平安 维护边境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全 三亚市常住人口74万 但每到冬季 数倍于常住居民的外来人口 像候鸟一样从北方集聚于此 人口的迅速膨胀 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繁华 在我们辖区派出所所辖的外来人口 通常在冬季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四到五倍 四到五倍 所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 带来了一些新的 包括文化冲击和一些沾隐患 同时的话也包括这个毒品犯罪 这几年也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今年来为了遏制毒品犯罪的上升和蔓延趋势 海南省政府及公安边防等部门 不断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但同时狡猾的毒贩们不断增强反侦查意识 在毒品运输交易手段等方面 不断的变换翻新 这给击毒侦破工作带来更大难度 三亚九三基督案的侦破过程 充分体现了边防战士与毒贩团伙斗智斗勇的过程 2016年7月的一天晚上 三亚边防支队红沙派出所 正在进行例行检查 我们当初最早发现这条线索的时候 是我们在安全检查在领检的过程中 就发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开车的路线是有点改变的 车轟车车转转转 Awakened 你不 corner车转转而来 你带出来吗 就下车 你下车 两个都下来 什么事情 把后面箱打开 打开后面箱 你过来 这什么东西 来吧 里面但是呈现出一些是 红色的 小颗粒的 这个粉末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排查人员 稍微闻了一下 发现有点异味 类似跟我们日常的 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过程中 角货的那个 那个马骨的味道有点相似 再加上它的颜色 我们有点怀疑 两分有这样子的吗 这边两个回锁里面 跟我们协助再调查一样 为什么吗 把两个带走 为什么吗 来讲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要讲话 来 团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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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好 叫 LAUDER 两人都是有前科的吸毒人员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他们终于承认吸毒 并且交代毒品来源于外号叫五哥的麦毛 掌握了这条信息以后 我们立马向我们的直辟频道汇报这个事 我们在8月初就成立了专案组 把该案列为是我们2016-28号审厅毒品目标案件来进行证据 专案组研究认为 用奶粉罐藏毒不仅是一种新的藏毒运毒方式 而且说明涉毒量很大 一定有团伙作案背景 我们觉得麦毛 他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初步的核心人物 我们以他为重点 进行这个案件开始进行重点排查 但是两名吸毒人员只提供了麦毛的手机号码 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这两名吸毒人员也没有进过麦毛本人 只是麦毛的一个马仔送了货给他们 而且这个马仔的电话他们也没有 警察证 两名吸毒人员提供的电话号码并不是以麦毛的名字登记的 这唯一的线索也无法确认嫌疑人身份 侦察一开始就陷入了迷雾之中 我们是一头雾水 我们无一能做的就是从数据方面 从基础的一个通话清单 包括从他的家庭人员关系 进行逐步的摸排 主案组通过人口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排查 终于发现一位有毒品犯罪前科的麦姓男子 经查证 手机登记的用户名是他的亲属 但是这个麦毛是否就是两名吸毒人员所供述的贩毒嫌疑人呢 一时间还是难以确证 我们查了他的相关情况 把他的相片给调出来 我们的两名吸毒人员辨证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 也没有最终认识 辨证出麦毛这个人 那么如何才能确证麦毛的贩毒嫌疑人身份呢 他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吸毒贩毒团伙呢 迷雾重重 唯一线索中断 毒贩身份无法确证 狡猾对手反侦查手段 令人折舌 美丽三亚 街头上演神秘追踪 见证正在播出 错把警车当黑车的毒贩上级 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 就目前情况而言 找到作案证据是确认贩毒嫌疑人身份的唯一途径 于是迅速对麦毛居住的某鸡店小区 展开布控侦查 对小区周围实行全天候监控 他的小区一进去就一条过道 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而且他这个小区就是住户非常少 平时的这些人都是比较熟悉的 我们为了不打扫进车 为了不让他发现有警觉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外面遁守的 侦查人员在小区对面楼顶 两侧路口 小区出口处分别设置观察点 今天小区里面只有两栋 两栋子宫楼 这两栋施工楼都是六层的 这是比较老旧的小区房 这种房子基本上都是拿来出租 比较多一点 而且他周围的环境比较窄 旁边还有一个废品的收购站 孟某他的居住的地方 经常有年轻的男子还有女的 也经常到他这个房间 请你吃饭 吃饭 请你吃饭 挺好 吃饭 里面的那个住户就是职工 基本上都是十点多这样子 就基本上关灯睡觉 但是卖某的房间在四楼 整椅子都是晾着的 他的家里不仅是长毒的一个窝点 而且是一个容纳那些吸毒宅 进行吸毒的一个据点 经过连续几天的蹲守侦查 一个幸福的男子进入警方视线 这是卖某的马仔 外号阿二 卖某平时很少出现 外出买卖毒品多有阿二出面交易 他跟太近了 发现了 现在在这右边把他拍下来 他那个车的小毛驴加油啊 他在注意观察有没有人看他 我们不要离得太近 行车 所以前面不是主动 他在哪里了 要往凤凰岛那边走啊 跟着过去啊 你们往凤凰岛走 你们往凤凰岛走 凤凰岛老铁路那里 凤凰岛老铁路那里啊 他要是不是要拐了 他都是故意的造群 你看他又造回来了 就这样 一大早多名侦察员陪着卖貌的马仔 赚了小半个三驾驶 阿二给他的摩托车加了油之后 没有任何行动 又回到了麦毛的住处 福某这个人也是二进攻人员 所谓二进攻人员就是有个情何人员 他是很警惕的 为什么会当麦毛的马仔 就是因为他也吸毒 现在的话在社会上的话 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 没有正常的职业 那他就是靠帮那个麦毛 贩卖也就是送一些毒品 充当马仔 就是平时的话麦毛 会提供一些毒品给他 彩哥彩哥注意目标出现 就在大家有几分沮丧 怀疑情报是否有误时 福某上楼换了件很显眼的黄色T恤 又骑着摩托车出来了 看到了吗 前面那个公交车 前面干嘛 他把车开到那边去 然后吸毒人 事情在那里等他 但是他看到吸毒人以后 他不会马上停下车 开着摩托车 围着那个凤凰岛 到那个车站的路口那边 转个两三圈 然后再回来 彩哥你随时报告一下 蓝色衣服能走的动向 画板在打按后 画板在打按后 画板在南北上那边的车 他们进入转盘 凤凰岛转盘 他们拐到凤凰岛 乔丑路口 诶 他们好像在交易 注意到他 注意拍摄 他们在交易 咱们去交易 一个红色的银河 应该是中华银河 里面肯定有三圆图银 里面肯定有三圆图银 他们回到了刚才 蓝色衣服站的地方 蓝色衣服站的地方 蓝色衣服蓝色站的地方 蓝色衣服蓝色站开下车 蓝色衣服旗 放线 和哪些人有密切联系 他的下线和上线都是些什么人 甚至这个麦某本人究竟长什么模样 大家依然不得而知 自作聪明反侦查 麦某人每日提心吊胆 不知悔改再涉毒 俩育友携手浮出水面 见证正在播出 错把警车当黑车的毒贩上级 我记得是在七夜底一天 当时是下午的 大概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左右吧 我突然发现一个比较可疑的情况 从小区楼上下来一个人 一个男子 他是把他随身带的手机放到楼底下一个石头缝里面 当时我在想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一个人正常下楼会把个手机放在这边 是手机里面有交易信息吗 还是他在反侦查呢 那时分了两组 一组人继续跟着麦某 看他的那个活动轨迹 另一组人继续留着盯着这个手机 看这个手机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收获 当时我们判断 可能是有人会过来取的手机 或者是他留给他的马仔 儿子之类的 以为在比较短的时间 比如说半小时左右 应该会有人来取 但是结果我们是等了两个多小时 六点半和七点钟 然后麦某才从外面晃悠回来 才取了手机 他回来了 麦某其实他很正常的一个活动回去 去吃饭 吃饭里一个头发 然后是按了一个脚就回来了 毒贩们的反侦查意识 令侦查员们非常震惊 但同时也说明他们做贼心虚 后面我们抓到他后 我还询问了他这个细节 他说他是想通过手机拍摄 恨有没有人跟踪他 故意放在那里的 说起这个细节 麦某居然说 他在当时手机录下的视频里 看到了这位侦查员 只是因为他没有跟踪自己 所以才误以为 他是去废品收购站的 他那个细节被我发现以后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可疑 我就把他那个 命不特征 全部都拍摄下来 然后回来比对了一下 然后我就根据我的特型人员 反汇说就是这个人 所以当时我们就确定了 这个麦某的真实身份 麦某身份的确定 为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突破性进展 但是麦某的窝点人来人往 与他电话联系的人员也很多 哪些人是单纯的吸毒人员 哪些是他的贩毒上限和下限呢 跟他购买毒品比较频繁的 我们当时就锁定了两个目标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王某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李某 这两个人是跟他联系 是非常频繁的 而且会经常的 说一些毒品的来源 如何购买毒品 毒品的价格 应该贩卖给谁 怎么贩卖 他们经常会有这个联系 就算了 当时他第一次王某是去跟麦某 购买了应该有100克吧 100克的那个冰毒 自从发现那个王某这个人以后 我们决定另抽一组人 对这个王某进行不经断的布控 对这个王某 我们在侦查的过程中发现 黄某所居住的这个小区 这个房间 时常就是经常也有 很多吸毒人员到里面 进行毒品交易 或者在里面吸毒 发现他经常有 注意债的这个情况 追工程狂啊 追其他的一些所欠的债啊 就发现他是 也是一个生意人 王某在一些高档社区租房住 但他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太久 经常更换租住地点 经常出入一些宾馆酒店等 高消费场所 我们也察觉到还有一些女性的吸毒人员 在了这个居住的房间里面 出入也比较平凡 在我们对黄某的这个侦查的过程中发现 有一名男子 进入了我们的侦查范围 就是长期跟黄某 就是长期跟黄某 形影不离的 一直在一起的 这名男子 侦查发现 这个男子姓黎 曾因吸毒贩毒 被判刑十年 在监狱中与王某相识 王某比黎某早出于一年 黎某出来以后 他就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到以前 其实我们知道 王某这个人搞工程了 家里的家境又好 所以说他就联系上了 那个王某 王某也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随着王某黎某的出现 让这个原本 以麦某为首的贩毒集团 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麦某与王某的毒品 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搞清楚了麦某 搞清楚了王某 还有李某 实际身份情况了之后 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主要就是针对 这个麦某的毒品来源 展开调查 就在侦察员们 顺着这条线索 寻找麦某上线 试图获取他们交易时间地点的时候 鸡针部门传来情报 麦某的上线 已经被当地基督警察打掉了 麦某他的货源 一时间就断货了 麦某上线被抓 虽然是个好消息 可侦察员们不免有些沮丧 没有了毒源 证据链中断 一时间难以收网了 跟踪遭遇反侦察 马仔变身毒老大 阅兵河下藏猫面 警车荡成黑车塔 见证下期播出 错把警车当黑车的毒贩 下集